俗话说千年乌龟万年鳖 一般的乌龟轻而易举能够长命百岁 而有这么一只乌龟却迎年早逝 正值壮年之际不幸身亡 关于它的死因正说纷纭 那这只乌龟究竟是为何身亡呢 说到这只25岁龟 要先来看一下它的成长环境 它生长在一个香火旺盛的古庙中 由于古庙香火不断 它的饮食也是被照顾得极好的 为何它却在25岁离奇死亡呢 有人说有人在古庙池塘中下毒 这只乌龟是被毒死的 有人说它是饿死的 古庙人员为了搞清它的死因 将其交给了法医 法医对这只死因不明的乌龟进行了解剖 真相令人震惊 它的肚子内有很多难以消化的硬币 这些硬币早已填满了它的胃 乌龟难以辨别食物 硬币 在很多人进入寺庙后 会丢下硬币 以求多福 乌龟在吃到这些硬币后 难以消化 就积累已久 堵塞了胃 乌龟不能像其他动物那样 表现自己的不舒服 它动作缓慢 叫声极小 寺庙人员很难察觉到 乌龟的不良反应 而它由于胃中堆满了硬币 难以进食 是被活活饿死的 看到这个真相后 寺庙人员沉默了 很多寂庙的施主是出于好心 然而这种好心无形中 害死了不明真相的乌龟 尽管它是福气的代表 却不应该成为福气的载体 毕竟乌龟是鲜活的物体 寺庙为了杜绝 池塘中其他动物 再上演此类悲剧 便禁止了入寺之人投放硬币 也希望大众自娱自尊 爱活动物 你觉得这只乌龟可怜吗 对此也有什么看法呢